银盘国小为了让学生学习到新的科技知识 特别开设无人机城市设计课程 并融入美术、英语等等 从编写城市到操作、无人机、拍摄校景 最后再透过拍摄的相片 画下校园俯视的空中景观 透过跨领域的课程结合 让学生能够多元发展 主要就是在于学生 他们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目前科技的进步可以去运送东西 可以救人 学生经由无人机拍照 今天我们特别结合美术课程 因为吴老师有提到说要有俯视 所以他们由无人机来俯视整个校景 非常的美 然后再从这样子来画校景 我相信这对于他们的美术课 结合是一个跨领域的结合 是一个素养导向的课程 县议员赖燕雪表示 透过无人机城市设计 导入英语 美术等等的教学 相信也能够让学生更有兴趣来学习 并且能够团队合作的精神 对学生的发展 也是具有非常正向的意义 因为无人机里面的很多专有名词 都是英语要来做翻译 所以学生一方面学习 一方面也学习我们的语言 我想这样子相融合 让学生碰触出他们的一个兴趣出来 同时我们无人机的一个组合 还要透过团队的默契 老师的一个指导 学生当中都可以自己来做一个互相的一个指导跟观摩 我想也让我们团队训练的精神能够发挥 县议员曾正言表示 透过无人机的课程 能够开拓学生的事业 并且学习到最新科技的知识 也非常值得我们来推广 学生有学习到无人机 能够开拓他的视野 增进他的智慧 那也再次的感谢我们教育部 有这么好的机会 给我们银板国小 给我们学生有一个成长 还有他增见广闻的机会 近年政府积极推展多元教学 希望从各种领域中 找到学生适合发展的方向 议员们也期许县府教育处 能够落实多元发展学习的教学课程 让学生都能够从各种不同领域中 找到自我的价值 能够积极正向地来发展 记者陈伟一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r